HELLO 大家好,歡迎我GAMPHK 又是我Leo 跟大家講一下刀劍神域的攻略 但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難題 就是技能的點數好像不太夠用 很多技能都很想去升,但永遠就是 這個9點,我現在只有3點 就升不到卡住 升他就唯一方法 第一集就有得掛機,第二集就沒得掛機 就真的唯有我們人手去砍 但怎樣砍得有效率一點呢? 現在就告訴大家 平時大家打怪也有不少 但怪散修修就跑來跑去,不知道打哪一隻好 現在就告訴大家 我們選第三關 然後選擇巴法特洞穴 進去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地圖上有一個紅色很大的圈圈 NM的怪物 這隻就是一隻龜 很大隻 這隻51厘的龜 為什麼打他呢? 因為他的攻擊力不高 很低 基本上就不會被他打死 而且他不會走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不會走來走去 我現在 基本上我只是一隻手按 只是右手不停按正方形 沒有東西可以做 不停按 而且他升得很快 但大家可以看看左手哪個表 他是不停 但白色那些字就是告訴大家 我的熟練度不停不停升上去 不停不停升上去 如果你只按過 有時候就像我現在這樣 給這隻龜暈一暈 但其實暈一暈而已 攻擊力又不高 大家可以不停按 這樣升得很快 整版都是 給大家看看 你看 整版都是 接近 是升得很快 這樣就可以 不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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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升得很快 我現在 單手劍就 931.5 我打死他之後 就告訴大家 大約可以升到多少 想過一陣子 就算是會被我打死了 看 看 先是931.5 現在是943.9 都升了十幾點 都很快 大家可以記住這件事 我現在是用單手劍 因為已經有900幾個關係 所以每次升級 都只能加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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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加得多 如果你們說 用一些我從來沒有用過的 例如 下一次用短劍 就會升得很快 可能是 1點幾 0.8 這樣升上 就會快很多倍 這次的小小分享 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就給個like 和share給其他朋友 日後再有其他的捷徑 或者方便方法的攻略 我們都會再拍片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